白色箱形車停在拖吊場出入口 西裝男氣焰囂張要走進場內 一腳跨過鐵鏈卻被絆住 結果一個踏槍 身體硬生生跌在地上大譜街 一旁有人看了大笑 男子迅速站起拍拍屁股 故作鎮定假裝沒事 接著一票西裝男子氣勢高昂 走了進來 但是管理員出來規勸 要他們不要把車擋在出口 結果卻遭來一陣毆打 規規人的情緒都比較不好 當下午只是驅離他們 就是讓他們的故事 不要擋住出入口 因為畢竟我們的 違規人車子也要出來 那大車也要進去 那我說那車子 你們移植到旁邊 18在5號下午4點多 20歲的劉男與5名友人 分成兩部車參加攻擊 其中一部微停紅線遭到拖吊 6人氣呼呼的 與朋友到滑江拖吊場 結果將車輛停在門口 管理拖吊場主任出來規勸 結果卻惹怒這群西裝男 就是一陣推擠毆打 造成拖吊場的主任 頭部胸部挫傷趕緊報警 在你沒有辦完手具之前 我們當然不能讓你離開 因為這東西你就衝車了嘛 對 那公下因為算是 就是警方到場 當然是不可能讓他們離開 警方出動快拿部隊到場 將6人帶回派出所徵訊 並將動手的3人 以妨害公務傷害等罪嫌移送 只因微停就出手打人 吃上官司真的很不值得 記者許之明 鄭小璇台北報導